大家好,我是阿和 今天我们来学习系列课程 普通人可执行的赚钱思路课的第十课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积累和放大财富 我们来假设一个情况 假设你通过学习阿和之前讲的课程 以及自己的努力实践 通过做项目赚到了不少的钱 那日子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很显然不是的 我给大家列举一下 假设我们赚钱以后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就算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可以持续赚钱的项目 至少也还可能会面临下面的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多和少是相对的 当你一个月可以赚一万的时候 可能基本生活就没问题了 可是要在大城市买房 你可能还是买不起 这时候即便你可以持续越入一万 也是远远不够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自由 就得让自己的新增的收入越来越多 赚钱能力越来越强 第二个 钱是在快速贬值的 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管理财富 你赚的钱其实每分每秒都在贬值 购买力在持续的下降 这样呢就相当于说 你付出得到的那些收获在不断的缩水 白白浪费掉了 第三 任何一个项目都是具有周期性和风险性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项目都会有萌芽期 发展期 巅峰期 以及随之而来的衰落期 那么你在A时间段可以挣钱 不代表说 这个项目在B时间段 可以通过做同样的事情挣到钱 此外即便是你已经在挣钱的项目 它也是有风险的 比方说 可能未来会因为合伙人的退出 政策的改变 市场的变化 就变得不再挣钱了 第四个 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你一直通过自己做项目的形式来挣钱 一方面 即便你再有钱 你也会活得很累 因为项目需要你持续的工作嘛 另一方面呢 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你的精力 身体机能会下降 那么你挣的钱就会变少 就会受到你精力和身体的限制 所以我们会发现 即便自己已经具备了持续赚钱的能力 并不代表着可以高枕无忧了 而这节课 我主要是在宏观层面去告诉大家 即便大家已经挣钱了 并且对现状也觉得比较满意了 也一定要学会居安思维 未雨绸缪 通过几个方面的努力 尽可能地去规避和解决上面说的这四个问题 那么通过到这里的分析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实际要解决的问题是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要学会管理财富 让自己已经拥有的财富去保值和增值 第二我们要提高被动收入 在自己总收入中的比例 这样才能活得没那么累 越来越轻松自由 第三我们还要持续改进项目 顾局型项目去顺应时代的发展 然后第四呢 是我们要通过一些方法去放大自己的赚钱能力 下面呢 针对每一点 我都会在整体上帮大家去分析一下 值得说明一下的是 因为这四个问题啊 每一个其实都是非常大的课题 我只能从宏观上给大家一些方法的指引 更详细怎么去做的话 其实是需要大家补充学习很多相关方面的知识的 那下面我们来进入第一点 管理财富让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 其实稍微有点理财知识的朋友都知道 钱是在快速贬值的 也就是同样数额的金钱 它的购买力是在不断下降的 十年前我们可能一块钱就能买一斤苹果 几毛钱就能买一包方便面 对吧 那现在苹果随便几块钱 十几块钱一斤 方便面都要一两块钱 两三块钱一包 我们生活所需的物品的物价 几乎无时无刻都不在上涨 换句话来说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自己赚到的钱都放在什么地方呢 可能我们会觉得放在银行保险柜就会比较安全了 对吧 但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 你赚的钱你即便放在保险柜都是不安全的 因为时间会偷走我们的劳动成果 会让我们的放在保险柜 看似数额不变的钱都在不断的贬值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学会财富管理 它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赚来的钱不要贬值得太快 甚至还能战胜通货膨胀 其实在学会理财之前 中国人是很喜欢在银行存钱的 问题就在于什么 中国银行的利息是很低的 像现在来说 即便是三年期的定期存款 年化的利息也就是在三年几四年几左右 远远比不上通货膨胀 所以真正懂得管理财富的人 他真正拥有的现金和存款是比较少的 因为这都不是最好的管理财富管理的方式 对普通人来说 假设你已经有了一定的钱 而且赚钱能力还不错 我建议大家把自己的钱进行划分 划分成这六个部分来进行规划和管理 这六个部分分别是 应急储备基金 项目储备基金 生活消耗基金 低风险投资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 以及保险投资基金 那么下面我分别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六部分 第一个叫应急储备基金 一般来说建议大家 有两万到五万人民币的一个应急储备基金就可以了 这部分呢 你可以存在活期里边 也可以现金的形式放在家里 最好还是以现金形式放在家里 当你要有急事要用钱的时候 可能你去取钱 银行取钱排队都来不及 那这个钱是用来干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日常救急和救命 比方说得了病 疾病马上要到医院去救医等等 你第一时间你要交钱 你要有这笔钱 那么这笔钱任何时候 除了说救急救命之外 你都不能动 它是对我们健康 以及生命安全的最后的一个保障 第二个叫项目储备基金 我建议大家拿出每个月收入10%左右的钱 固定存入一个账户 成为自己的项目储备基金 那这笔钱又来干什么呢 比方说你正在做的项目 可能在未来会遇到一些问题 需要钱来救急 又比方说你的项目做得很不错 要扩大经营的时候 需要再投入一笔钱进去 再或者你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新项目 想要启动 那都需要用钱 这个就叫项目储备基金 所以呢 这笔钱最好是你要用的时候 它不像救命钱那么急 但是也要几天内就能取出来 那最好的方式 当然是放在银行活期 但是活期的利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太可惜了 对吧 存定期你也可以随时取 但是你定期的利息就没了 最好的方法可以是存在余额宝 或者说很多公募基金公司 推出的货币基金里边 余额宝和货币基金 一般都是T加1到账的 也就是我今天取钱 在工作日的情况下 可能明天或者最迟后天 我就能拿到这笔钱了 不影响我的一个项目 使用钱的这个东西 但是利息收益又还非常不错 那么这个是项目储备基金 第三个生活消耗基金 也就是说 我们日常生活 一时住行 小孩的教育 家庭的旅游 出去聚餐之类的费用 这个具体用多少呢 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从收入中切出一块来就最好 以前我们可能是用储蓄卡或者现金来去开支 在这里建议大家最好去办理信用卡 然后平时大部分的消费 特别是大额的消费都刷信用卡 因为信用卡一般都有一个月的免息期 那么在这期间你对应的存钱到余额宝里面 到还款日的时候 从余额宝里面把信用卡给还了 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一般来说多挣差不多一个月的利息钱 那么积少成多的话 这个东西长时间积累下来 也是一笔不错的一个收入 这个是生活消耗基金 第四个叫低风险投资基金 这里呢 建议大家每个人拿出大概50%左右的收入 进入到这个账户 所谓的低风险投资基金 就是去投资一些收益率不错 但是几乎没有风险 风险非常低的一些理财产品之类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比例呢 是因为大部分人他抵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低的 而他最主要的目的去投资这个呢 就会比一般来说会比放在银行定期里面的一个收益率高一点 最主要是让我们的资产不要贬值太快 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 现金蛋来说比较低风险的一些产品 像有货币基金国债保本型 很多银行都会有保本型的理财产品 比方说30天理财60天90天的这个 一般都有三年几四年几相当于是三年定期的利息 拿出不超过30%的收入进入到这个账户 那么所谓风险投资就是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 叫做什么高收益就会有高风险 所以他的风险很高 可能你投到这个项目的钱会血本无归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如果成功了 他可能就会有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一个回报 所以他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去布局未来 至少是有一定的概率去能让自己的资产快速的增值 形式上会建议大家去投资一些股票 如果你非常看好的很了解的一些公司的股票 或者说你不想炒股可以去投资什么 股票型的基金指数型的基金 以及说牛人的一些项目 你看好的靠谱的项目去进行风险投资 去占有他们的股份等等 那么去做风险投资基金 也不是说让我们去闹着玩 自己还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去 至少要熟悉和了解学习专业的知识 或者说你能够找到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弄也是可以的 相对来说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去投资 股票型的基金或者混合型的基金 或者是特别靠谱的项目的一个投资 至于自己炒股的话 说实话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建议 那么这个是风险投资基金 最后一个是保险投资基金 主要是给我们自己以及家人去购买一些像重大疾病险和意外险等等 它抵御的主要是一些意外的风险 比如说意外得了重病 没法工作 没法做项目了 甚至是车祸之类的一些事情 抵御这些事件对我们现在的一个财富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将风险降低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那么这样子我就给大家介绍了六个方面的一个资产配置 以及相应的建议的比例 当然这个不是标准答案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一下比例的调整和选择 基本上大部分普通人按照这六方面去做好自己的财富配置 我认为都是比较合理的 也会比自己以前乱花钱或者完全没有规划和管理会好很多 那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提高被动收入在我们总收入中的占比 那什么是被动收入 什么是主动收入呢 通俗点理解所谓主动收入呢 就是我们要持续付出劳动才有的收入 比如我们去打工的工资收入 而被动收入可能是你躺在那里都能源源不断赚钱的这种收入形式 比方说假设你买了一套房出租出去 每个月的房租收入就可以认为是被动收入 那我们为什么要不断提高被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呢 其实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这样子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轻松自由 不是说只有工作了才有钱 它也能够一定程度解决我们精力和身体随着年龄增长不断下滑的问题 提高被动收入的方法是挺多的 比较常见的比方说有这三个房产的收租 项目的分红 理财的收入 我们可以持续投入去买一些低风险 但利息收入还不错的理财产品投资产品 如银行的宝本型理财产品的话 一般资金量越大收益率越高 一些好的货币基金也能够有四以上的年化的一个收益回报 房产的收租当然很靠谱了 还有就是投资靠谱项目去拿分红 所以呢 我们即便已经有了一个可以持续赚钱的项目 我们还要一边注意 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被动收入的好产品 并且持续去进行投资 而不是始终把赚来的钱都以现金或者准现金的形式去持有 这样子就太浪费了 这个是关于被动收入这一块 核心还是大家要去了解房市 了解楼市 了解理财产品 学习一些财富管理的一些专业知识 还有学习一些风险投资的知识 那么这个是第二大方面 第三大方面 顺应时代发展 项目能赚钱了 其实并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优了 举个例子 在工业革命之前 欧洲最流行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小作坊 比方说做陶瓷的小作坊 做木器的小作坊等等等等 那些作坊主都很有钱 就像中国的地主一样 生活的很好 可是一旦蒸汽机被发明出来 工业革命开始之后 机器生产就迅速取代了小作坊 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中 其实只有极少数作坊主 能够打破自己的思维僵局 大家可能很难理解 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 大部分作坊主都是抵制机器的 说人工才是好的 我干嘛要用机器啊 所以说只有极少数作坊主 能打破自己的思维僵局 引入机器生产 那这一部分呢 后面他还是活得很好 成了大老板 大资本家 但与此同时呢 大部分小作坊都倒闭了 原来的老板下岗失业 成为工人 或者连工作都找不到 非常凄惨 所以说项目开始赚钱之后啊 我们始终都要有很强的危机感 始终做好这三方面的工作 去顺应时代的发展 第一个 要不断的钻研新技术新模式 我们要不断思考和琢磨 我们的项目能否采用更先进的 更厉害的技术 能否去引入更好的 更合理的商业模式 然后也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要毫不犹豫的去投入资源 这是保证我们的项目 持续具有竞争力的 很核心的一个要素 举个例子 华为是国内少有的 在全世界范围 都具有很强竞争力的企业 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华为每年 都把企业收入的30%左右 投入到研发上 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来说 能做到这么高比例的 都是寥寥无几的 第二个是团队的优化 随着项目的不断发展 其实我们对团队人才的质量 以及管理的优化 其实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淘汰 不能胜任新要求的人 然后引入更强的人才 同时在内部分工协作 工作流程 管理方法上不断改进 降低沟通成本 管理成本 还要让核心人员持有项目股份 成为项目的主人 也就是说大家要同心同力 才能不断做好 第三个是新项目的周期 前面其实阿和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任何项目 它都是有固有的生命周期的 当大事过去的时候 即便你再努力 也是很难挽回的 比方说 当智能手机发明之后 功能手机的时代就过去了 当彩色电视出现之后 黑白电视的时代就过去了 当汽车出现之后 马车的时代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在操作项目的时候 还要不断的判断自己做的事情 它到底是处在上升期还是下降期 这也就是俗话说的 我们要判断大的形式 如果我们发现大事已经过去 我们项目 我们所处的行业本身就是处在下降期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将原有的企业做好了 因为你不能和大事去做对抗 这时候我们就要去不断的布局 顺应新的形式的 处在上升期的那些新的项目 这个就叫新项目布局 这个是第三大点 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最后一点 我们要放大自己的赚钱能力 项目能赚钱 并不代表说项目已经处在最优的状态 也不代表说我们就不能赚更多的钱了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几个方式的操作 不断放大自己的赚钱能力 第一个叫适当扩充产品线 我们可以分析和调研已经具有的客户 除了我们这些客户除了之前已经满足的需求之外 他们是否还有其他需求 然后我们通过提供新产品的方式 去满足客户的这些需求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是销售那个运动器械的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的客户主要就是运动爱好者 那运动爱好者除了要购买运动器械之外呢 他可能还需要购买一些像蛋白粉之类的健身的食品 或者是一些减肥的产品 甚至是一些养生保健品等等 这个就叫客户的其他需求 那我们在销售运动器械已经卖得很好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适当去拓展 比如说卖一些蛋白粉 卖一些其他产品 去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需求 这样子操作呢 因为客户都是现成的 我们就少了客户拓展的费用 所以这种生意做起来是轻松又挣钱 第二个是快速复制模式 如果我们已经很好的总结了自己的项目 并且总结出一套可以复制的成功模式 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复制这个模式去放大自己的赚钱能力 通用的做法 比方说招商加盟 拓展招代理等等的模式 那这个呢 在前面课程也讲过了 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第三是引入现代化的企业管理 项目赚钱之后 我们一定要摒弃过去那种小作坊式的 或者是家族式的成就的管理方式 比方说项目里面全部是自己的亲人 亲戚家人 我们要引入最优秀的人才来管理团队 操作项目 用现代化的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 才能真正做大 第四个是持续降低成本 当项目持续运作之后 因为我们有了持续的销量 就有了话语权 我们就可以跟供货商谈判 降低拿货价 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利润 其实很多环节都可以降低成本 比方说销售的渠道 你可以适当降低一些 给它的提点 对吧 假设说 我的产品已经很强势 在市场占有率很高的话 供货供应商要降低供货的成本 物流渠道 因为我订单很多 物流费用也可以降低 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谈判 甚至每一个环节 我可以寻找多个供应商 优中选优 那么通过这四点 我们就能够不断的放大自己的持续赚钱能力了 最后来简单复习一下 这节课主要讲了四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 管理财富 保值增值 第二 提高被动收入 占有的比例 第三 顺应时代发展 第四 放大 赚钱能力 想要做好这四件事 其实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额外的知识 比如说投资理财的技巧 谈判的技巧 管理的技巧等等 我们还需要持续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 砖研新模式 新技术 这些方面希望大家切记 这节课只是在发方向上 宏观上给大家一个指引 具体上还需要补充学习 不要忘记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课 给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